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在花联0403地震之后 号召全球的会员捐款赠灾 短时间就募到了1000万元 其中有392万元是交由花联施工所统筹发放 星期天上午在施工所举行发放活动 每一户受到通知可以领取的地震受灾户 是可以获得1万块钱的救助金 花联发生地震灾害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 发挥海内外影响力 由总会号召募得了1000万元善款 其中有392万是要帮助花联市的宏丹围楼受灾户 花联市工所星期日加班服务 把追柄善款发放给花联市的受灾民众 今天要非常感谢世界华人的一个总会 特地捐赠了392万给花联市工所 总金额是1000万 也经由我们严厉力会长这边 挑选了总共发放的一个 我们的和胜江山 跟我们服务精华 以及我们北宾街中华路 中和街等等的一个户数 每一户将发放1万元 都是由我们严厉力会长这边进行一个勾选 然后做一个发放 我也要特别再次的感谢 世界华人工商器管妇女协会的总会长 特别募集了全世界的一个资源 的一个妇女的一个资源 很多的企业家来做一个捐赠 那再次的感谢他们 那也要特别谢谢 0206的时候 他们也有做一个捐助的一个状况 那再次的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这一次救助金发放对象包括了 北宾街花一村 和胜江山还有富裕精华大楼 总共392户 每户受振1万块钱救助金 花联分会长严厉力表示 这次捐助花联市发放最高金额 感谢施工所用心投入发放工作 看到大家的团队精神 而花联施工所也表示 获得通知有资格领取救助金 还没有来领取的民众 6月19号之前上班时间 可以到花联施工所摄劳课柜台来领取 借轮会幻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